在爱达河州出具的文件 若要拿到美国境外使用 需要完成三级认证 具体步骤取决于文件出具的机构 以及文件使用国 那么 如何完成爱达河州的州务卿认证 以及后续的认证呢 1.获得合证副本 或由爱达河州公证员公证的文件 重要记录文件的副本 如出生、结婚、离婚、死亡证明等 应向州内的重要记录办公室索取 该合证副本上 通常会包含机构的印章和授权代表的签名 大部分公证员不能对此类文件直接公证 取而代之的方法是 公证员只能对声明人 在他的声明书上的签字做确认公证 该声明书中明确声明了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此外 其他个人文件或公司文件 如委托书、声明书、遗嘱、合同等 应有本州公证员公证 2.将合证副本 或经过爱达河州公证员公证的文件 送至爱达河州州政府 完成州务卿认证 若文件使用国是海牙条约成员国 州务卿认证时选择Apostile 海牙认证完成后 无需后续步骤 可直接使用 若文件使用国不是海牙条约成员国 州务卿认证时选择Authentication 州务卿认证完成后 需要继续完成后续的认证步骤 3.将经过州务卿认证后的文件 送至美国国务院完成认证 4.将经过美国国务院认证的文件 送至文件使用国驻美国大使馆 完成领事认证 文件认证涉及不同机构 规则各异 建议您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